縣議員林參天在10月21號的縣政總質詢中 質詢縣長黃建廷 包括台東焚化爐一案逃避議會監督 健康家庭文教基金會是否有接受 秀泰影城100萬的樂捐 以及公益彩券回饋金7億多 和中央補助營養午餐費5億多等 費用都用在哪裡等問題 縣長黃建廷回應 秀泰影城捐出的100萬元 是在雲端愛宴活動上 直接捐給學校做使用 林醫元建議 公益彩券回饋金和中央補助的營養午餐費 應該要專款專用 而且營養午餐不要用排富的方式 應該讓每一個孩子都享有補助 中央補助台東的營養午餐 總共多少請說 台東人 出張 出張你接著 我對你尊重你不要無理貌 你請客 台東人聽好清楚 這個特地都要好處台東人聽 我請教館長 我們該要補助營養 廣中有補助 中央 在你前來補助台東的營養午餐 總金額多少起訴 中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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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留未來的民意代表 我們共同拿出我們的農地 我們要來比照 花樣的夫婚期 對我們的小孩的膀胱和痛恥 如果要喝茶的堅持 不要排富 要讓每一個孩子在成長的過程 他們享受的味接是一樣的 我的道理和心情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的官長 用到一千三千萬 他們普通做每天 說他的施政多好 他們普通做 工作室就賺多少錢 在這個出事出局 他說他就心裡好 我們台東民間的存款 多一千 將近要四百億 我相信台東人會有貼回 我們要娶一個小孩 要把小孩送去多餐錢 要把小孩送去多餐錢 四大人擔貼到那種痛苦 什麼人知道 我們的公義找這個回饋金 問到官長他也不知道 我正是報告台東人說 公義找這個回饋金 剩 剩多少 他們如果有餐 補助的 五億元 這些錢 是不是在我們的議選裡面 要做一個全款全容 把這些所有的作用 來做一個合理的照顧 這是第三天的期待 另外他指出 火水壺在103年 就發生八起意外 建議應該要提高 學生平安保險理賠數 給家長更多保障 林參天表示 質詢是明代的天職 他會為他所講的 每一句話負責 以上是10月21號上午 現月林參天的 憲政總質詢摘要報導 學育會劉日文採訪攝影 報告什麼